今天我们要带观众朋友到三峡去 在三峡的老街附近有一间怀旧餐厅 里面的城市几乎都是超过半世纪的老古董 不少人到这里光顾都是为了享受那复古的气氛 除了摆设之外 这家餐厅最大的卖点就是用三峡当地的黑猪肉所做的炸排饭 排骨不但炸的外酥腻软让人看了口水直流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的排骨竟然有20公分这么大 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即使我又怎么高兴过 泛黄的灯箱 生锈的铁招牌 搭配阔音器里传来超过半世纪的歌曲 站在古老街道上不说还以为自己是在看哪部早期过片 复古的还不只有这样而已 拐个弯还有间戏院 走近一看才发现和现在电影院不同 肥雪大戏院几个字竟然是直接刻上去 来到这间位于三峡老街的怀旧餐厅 你会发现所有的街景布置甚至是桌椅 用的全都是光复初期的老古董 因为它就是古早味 常在古早味 所以那装潢就弄得比较空虚一点 就是以前那个年代 然后我们比较年轻的人 就会对那个时期的那个风格很有兴趣 那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就会觉得怀旧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店会像有这种怀旧的气氛 这些用钱也买不到的复古摆设 全都是老板多年来一点一滴辛苦收集的 刚开始年轻的时候觉得好玩 对台湾的老东西是比较有那种憧憬 早上那时候就是会去跳蚤市场收集买东西 对啊就是看到喜欢的就买 然后后来就是觉得东西越买越多 然后发现放不下 所以那时候想说开个店来放在店里面 其实那时候其实东西都摆进去的时候 还是觉得说整个呈现不出来那个气氛 还是觉得很框框 然后还是有就是慢慢的再加入一些新的东西 不只是复古的装潢摆设吸引顾客上门 客人来到这里的真正目的 当然是来尝一尝店里的超大排骨饭 选用三峡当地黑猪肉 火粉酥炸三分钟立刻起锅 这金黄酥脆的外皮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仔细一看 这块相当于大罐气水平的排骨 竟然有20公分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其实腌的时间 腌的腌料跟腌料一定 怎么讲 都不会用太差 然后再来就是腌的时间一定要够 然后就是如果要让它吃起来 就是外酥内卵 就变成说那个粉 它的外面的打那个粉 其实也是很重要 其实是用龟甲腕酱的 但是龟甲腕其实蛮贵的 所以会比其他人来讲 那种成本会要下得重一些 老板真的很大方 排骨饭除了超大块的肉排 还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配菜 占据整个碗工 根本就看不见碗里的白饭 它比较入味 它这个排骨有淹过 跟一般外面的排骨饭有点差 我可以排骨饭四四点 比较很多味道 它的话是蛮入味的 它会帮忙做 很入味然后就外酥内卵 它有比一般外面的大块吗 有 配合店内浓浓的怀旧风 就连这一道道小菜 走的也全都是复古路线 让前来的客人身体坐的 眼睛看的嘴里吃的 全都有浓浓的古早味 吃完了排骨饭 当然要来一个放后甜点 不过这一碗 撒满黄色粉末的清冰 到底是什么啊 点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面茶粉圆冰 就是比一般的面茶还要甜一点 然后就是搭配那个粉圆冰 你吃起来 因为它的粉圆还蛮Q的 就是有看到那面茶粉 它其实就是突发奇想 所以我想说把那面茶 跟店里的粉圆做结合 结果那个效果还不错 其实客人反应都还不错 就是吃起来 因为加在冰上 其实脆脆有那个面茶的粉末 香香的对 对啊 然后黏在粉圆上面 这么特别的吃法 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看着客人吃得津津有味 就知道来这里 你绝对不能错过 这碗绝妙好滋味 虽然这里的餐点 无论甜咸 全都是最樸实的古早味 店里也没有华丽的装潢 但是怀旧的氛围 能让人暂时忘却 繁重的工作 建议您有空不妨来一趟 这间位于三峡老街的复古餐厅 一起进入这美好的老时光 记者综合报导